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两队今年的第三次交手 六七月间的VNL 中国女排曾在分战赛第一周和总决赛第一轮与意大利队相遇 虽然成绩为一胜一负 但分战赛时的意大利队有大部分主力缺席 后来随着埃格努等多名主力回归 意大利队以不可阻挡之势一路过关斩将 拿下了VNL总冠军 这也是这支技术全面高快结合 过去四年成长最快的球队出场大赛冠军的滋味 本届世锦赛 因为其他多支强队都处于奥运会后的调整和磨合期 核心阵容相对稳定的意大利女排成了夺冠的最大热门 但是从开赛以来 多场表现来看 意大利队也不在最佳状态 对阵比例时 荷兰各丢了一局 和同样状态平平的巴西队激战五局后败北 进攻核心埃格努虽然得分很多 但失误也比VNL时明显增多 尽管如此 在与中国队相遇前 意大利队已经以7胜1负肌22分 提前出现晋级8强 而6胜1负肌17分的中国女排 如果能战胜意大利队 也可提前一轮锁定一个8强席位 延续此前多次与意大利队比赛时的经验 中国女排充分调动 以高昂的气势投入比赛 并打出7比4领先的精彩开局 意大利队此一队首发阵容做了微调 主教练马赞蒂用特点突出的复工卢比安 替换老将齐里切拉 这一调整在第一局中段就起到了作用 卢比安的大力跳发造成中国队卡伦 帮助意大利连得5分领先进入局末 但是中国队在21比24落后的情况下 打得果敢积极 关键时刻王仁仁快攻过轮 替补上场的今夜两次发球破功 攻翔于两次反击打中 中国队连得3分将比分追成24平 双方又站上了同一条起跑线 可惜的是中国队关键球串联混乱 导致退后场失误 随后埃格努进攻打中 24比26 中国队遗憾丢掉第一局 直到第二局比赛打到中局 中国队都没从第一局势力的阴影中走出来 一传连续出现失误 越打气越顺的意大利队 以13比5大比分领先 眼看这局大势已去 中国队连续换上金叶 高益 陈佩妍等替补队员 年轻队员上场积极寻找机会追分 但无奈落后太多 以16比25再丢一局 这一局比赛 中国队紧一传直接失误就有四次 而到位球只有六个 两局落后的中国女排并没有放弃 第三局开局阶段仍然努力和对手周旋 不过经过前半局的相持后 随着意大利对埃格努和赛拉进攻发力 意大利取得领先优势 中国队在咬至17比19后 又接连出现发球和一传失误 意大利以22比17拉开比分 随着达内西楚里球得手 中国女排以20比25再丢一局 0比3不敌意大利 本场比赛 中国队只有王云露一人得分上双 22扣8中一篮2发得到11分 李盈盈和龚翔宇都得到8分 意大利对埃格努41扣24中 一篮2发得到27分 达内西12分 中国队在主动得分环节被全面压制 扣球35比53 篮往4比6 8球3比7 只有自失10比18 比对手控制得更好 随着巴西队3比1立刻比例时 8日晚的两场比赛过后 8胜一副积25分的意大利队 以一组第一的身份晋级8强 巴西和日本也提前获得了8强席位 一组把出现的最后悬念 留给了最后一轮直接面对面的中国和比利时 而在波兰赛区的F组 塞尔维亚 美国 土耳其和波兰分获前4名 拿到8强门票 北京时间10月9日晚 争夺最后一个8强席位的比赛 将在6胜2负排名第4的中国女排 和5胜3负排名第5的比利时队之间进行 不过 领先一个胜场和两个积分的中国队 只要在比利时身上拿到两局 就可以挤掉比利时队顺利晋级8强 让我们一起为中国女排加油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录